实际上是个儿童剧 大家也可以当儿童科幻剧看 所以我们这个电影 从一开始就被定版为了 这个猛宠秀 大家在电影里面去寻找可爱吧 那我们说到刚才 两位在说 这个科幻 你对导演的理解是这样的 我们问导演 就是这样想给大家 带来什么样的概念 其实我知道导演 是跨界来做这个事情 就一定会有自己想要表达的idea 主要是表现这两个人帅了 对吗 没有 那就拍写真呢 没有 还没花那么多钱拍电影 就是要在科幻的环境里面 展示他们的帅 并且展示科幻 我们在拍之前 导演跟我们开会 我们在拍这个电影 唯一的宗旨 就是我们的主题 就是要你们两个帅 一定要帅 剧情无所谓 没有逻辑无所谓 要帅 但是拍的时候 我导演我这样可能不帅 不不不 这样和逻辑 总是在这个徘徊 所以刚才我立马做了一个决断 尽管我们会挡到这个背景板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站到中间 因为这样光好人帅 好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聊科幻嘛 科幻毕竟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一个题材 所以两位主演 所以两位主演在这个演戏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一些跟平时拍戏不一样的困难 会有 因为在这次演戏的时候 它更多的是虚拟的场景 也就是说大家在看的时候 它那个场景和我们演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没场景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吧 给你两条铁链子 然后 就可以玩一天 对 好多场景都是科幻的 就比如说像漫威那些电影里边 可能这么一举 就一个闪电 我们也有 可能一伸手 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要在这拨 所以你要去想象 对 我要去想象 要信念感 导演会Q 来 打开主演面 这一看就是练了很多遍 很闲实 对 因为科幻片确实就像 我们也会看过很多 小金刚 《悟仇者联盟》之类的 剧作的拍摄花絮 其实那些演员在演的时候也很傻 对吧 你有没有看过 什么叫也很傻 这个颜色用的我也不太听了 就是因为花絮是不能爆的 只能看正片 一看花絮就觉得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真的是猛宠戏的 就这种感觉 打开主演面 对不起 但我按错了 按错了 不用 不用 关